随着美国经济数据的好转越来越多的美联储的官员都开始支持 12月份加息了 那么旧金山联储的主席威廉姆斯昨天也表示说 如果经济持续改善政策决策者对通胀回升有信心 那么美联储12月份的会议上加息就有着非常强劲的理由 不过他强调加息步伐将会是一个缓慢 同时他也预期了25个基点加息对经济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威廉姆斯是耶伦的主要的盟友之一 今年在一期会议上是拥有投票权的